也是体坛讯息来看到是台北在今天有这么一场聚集老中青三代的空手道比赛 刚为台湾夺夏天奥金牌旅金风他也来共襄胜举 不管是年过半百的教练还是个头娇小的学童 上场比赛各个全力以赴 就是要让体坛风波不断的台湾能够看见他们对于运动的热情 紧准的侧踢漂亮的回击 有别于竞技对打的空手道 这场武术大关比的不是谁打得很 而是谁演得漂亮 小小的个头打起拳来却一点都不满乎 一场集合老中青三代的空手道比赛 就连刚为台湾夺夏天奥奥运金牌的旅金风都来共襄胜举 连空手道可不是青壮年的专利 乔中连过半百的教练 尽管身高体力都不如年轻人 跌了一跤还是全力防守 让全场观众都感受到他不服输的运动精神 他就是体力比较差一点 这次我来专家比赛最重要是说 因为空手道这种运动就是说可以做长级的运动 50岁60岁70岁还是可以打 最近因为职棒的一些风云 然后受到一些影响 然后我们是想要让大家看到说全民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活力 职棒卷入堵塞争议 让很多球迷失望 但是这群空手道选手用健康的比赛 喚起国人队运动的热情 中间新闻李红杰 曾俊璋台北报道 台湾乐团节昨天晚间在中正纪念堂开唱